国务院发布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 意见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意见提出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有需吸引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 投资策略方面 深门宏言表示 国企改革加速推进 看好两大领域投资机会 一是央企层面关注中建材及中材集团旗下上市公司 包括北新建材、洛阳玻璃、齐联山、天山股份、轻松建化等 第二、地方国企层面竟待各地细则落地 重点留意细则中涉及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标的 推荐海螺行材和金鱼股份 中金公司建议在当前阶段可以三条主线参与国企改革主题 一是已经公布试点的六家央企及其下三十字家上市公司 二是有整合预期的央企 包括建筑工程、有色及冶金、航运、军工、电信及旅游等消费服务领域 三是推进相对较快的地方国企 比如上海、广东、山东、重庆等 其中有国资证券化、整合重组预期的个股将是关注重点 民生证券策略团队则建议投资三大领域 一是央企分类引发的剥离和重组 相关标的包括中国神华、南国制业、金农汽车、中色股份 二是国资运营平台组建引发的业务板块整合 包括中航动控、桑德环境、中级集团 另外、推进整体上市的相关标的诸如上海贝林、振华科技、眼中煤液、中航电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